哦 還是要再捲一點 我最近是不是胖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oia Oh my god Time flies 2019年就要結束了 對我來講其實2019年很精彩 很豐富 然後也很多改變 那麼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還有回顧我的2019年 2019年真的是改變我蠻多的耶 很多吧 多嗎 多吧 先從長相開始講 我應該有變吧 有變美一點吧 就我看回我以前影片 我真的覺得 我為什麼以前要那麼堅持 就是戴那副眼鏡跟堅持我那時候的髮型 可能是因為我很怕改變 所以要不是有那些機會哦 可能我真的是不敢去跨那一步 那麼先從異月開始講 2018年的時候 我認識了一群很好的朋友 然後在年尾的時候 我們一起創了一個團體 叫做 然後是一個很international的團體 因為很來自很多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在2019年異月的時候 就開始拍我們的 甲板紅帝堂的影片 那時候的反應很不錯 然後大家也玩得很開心 所以現在想回去蠻不可思議的 因為我在2018年的9月 這樣我才認識CCY 也是透過CCY才認識其他的所有人 所以其實在短短的四五個月內 我就跟他們組了一個團體 我就覺得 哇哦 我們還創了甲板紅帝堂的instagram 但是呢 很可惜的就是因為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啦 變成我們甲板紅帝堂呢 在五月的時候就暫停了啦 雖然現在沒辦法繼續做甲板的影片給大家看 但是可能未來還有機會 然後也在一月的時候呢 我第一次跟台灣的youtuber合作 真的是台灣人 就是 嘎老師 而且很奇妙的是 那時候是嘎老師 看到我的video OMG 受寵若驚 就趕快跑去私訊他 就跟他講 哦謝謝你 有一天他就問我要不要上他的一個企劃 我的天 然後我也邀請他來上了我的節目 二月的時候呢 也很開心 那個月是我的生日 就帶了我的好朋友們來到我家鄉 當那時候他們還給我一個小小surprise 甜 甜哦 哈哈哈哈 然後也辦了一場22歲 OMG 等一下 我今年23啊 噓 也辦了我的22歲的生日party 就是邀請我一些好朋友們一起來玩這樣子 因為我很喜歡party 那時候有機會 你們一起來哈 哦 OK 三月的時候呢 我在台灣接到了我的第一個業配 OMG 然後這裡也很謝謝CCY 因為那時候就是第一次拍嘛 我就怕自己有點不熟悉 又沒有什麼那些器材啊 什麼燈光的 然後他就跟雨婷 他們兩個一起 真的扛過來 十月 我撿了一個瀏海 應該有差不多 六七年我沒有瀏海過耶 上班我這邊要吐頭了哦 還有就是我在那一個月買了我的新相機 就是Sony A400啦 第一部 哦不是喔 第二部囉 用我自己前買的相機 但我第一部是二手的 所以比較便宜 五月的時候呢 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改變2019的一個關鍵月份 就是我加入了Capsule Capsule呢是一個經紀公司啦 裡面有很多創作者這樣子 然後我也很開心可以就是加入他們 也是從五月的時候呢 我真正的開始認真經營YouTube 所謂的認真是什麼呢 一個禮拜兩支影片 然後我就這樣子一個月兩支影片 這樣一直到現在耶 我在那之前我剪一部影片 然後都要用一個禮拜耶 所以這對我來講真的是 蠻大的一個挑戰 如果不是公司就是獨處喔 我真的是會 每天都會黑啊 然後也因為Capsule 認識了很多創作者 然後也參加了很多人打壓活動 Oh I love you Capsule 六月 在這一個月的時候 我有一部 至今首氧計劃頻道裡面 最高觀看的一個影片 誕生啦 轉不過來了 我有一點嚇到 為什麼是這一支 因為我記得我拍這一支的時候 是很臨時的 樣子又很邋遢這樣啊 很隨意的樣子跟他聊天 然後就 WOW 39萬個人看 Like What the fuck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就是 也是透過這部影片認識我 謝謝你們的到來哈 七月的時候呢 我做了第一次的大改造 那麼那個大改造其實就是 軟了我頭髮啦 我是從來沒有軟過頭髮的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小時候就講 我以後一定不會軟頭髮 我一定要保留我自己的髮質 就是這樣柔順這樣結果 我現在已經上癮了 然後也在七月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也是因為Capsule 所以我才有機會參加 就是Lamigo 那個棒球比賽 然後我那一天呢 就是載 一萬個人啊 一萬耶 喂 不是十個耶 不是一百個耶 一萬個人沒有人唱歌 你以為啊 我多麼的緊張啊 但是 很爽 還有一件很重要很厲害的事情就是 我在七月的時候破了十萬訂閱 然後我就做了一個十萬訂閱 一路從台灣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到馬來西亞 我就覺得那個影片蠻奇妙的 然後我也在那一步就是 爆了我的十幾年齡 八月 有一個很可愛的生物闖進了我的家 到四小時了 四小時了 我的大隻 你知道我到現在還 莉莉在目嗎 那個畫面 但我覺得現在看完去我的影片是 越看它越可愛了怎麼辦 啊好啦 我不要再經歷第二次 ok 那個門已經有王了 ok 它已經進不來了 OMG還有一件事情在八月的時候發生就是 真的我都哭了 我参加了我人生第一部的电影 诶 这样怪的这个句子 啊 反正就是我去演了一部电影 诶 诶 电影诶 那个big screen啊 我做反派啊 嗯 有口水 反派啊 我做反派啊 开玩笑 我是坏人诶 我跟你讲这个明年会上映 你们一定要关注我IG 因为我会把详细的资讯之后会公布 在台湾也有可能上映 你们一定要去看 oh my god 这个呢就要很感谢 就是那一部电影的导演 gata 掌声 真是 那个导演哦 亲自来whatsapp我 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演一部电影 哇 第一次体验到就是演员的感觉 拍完过后就导演就有跟我讲 就是 而且我演得很好 是不是哦 你都骗我吧 9月 Capsule举办了 他们第三届还是第二届 我会忘记 Capsule的运动会 然后也跟一些我很喜欢的YouTuber聊天 鬼歌啦 大千啦 oh my god 10月 我的10万奖牌终于到手了 然后还做了一首歌 啊 我做了一首歌 诶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YouTube唱自己做的歌 虽然不是什么大歌啦 但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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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有称赞我的手机壳啦 So yeah 有没有看到 怕死人家不知道这电话是我了 没有啦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手机壳你不觉得很厉害吗 我的壳上面也洗了一排 这叫做 You have your own path 其实这句话也是我 一直以来都在跟我自己讲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因为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我真的很难免会有一种很不平衡的心态 就诶 为什么别人可以做的比我好 很常拿来比较 就很像你会觉得 为什么他长得比我帅 为什么他比我有钱 就是难免会有这种 应该算是很正常的这种比较 但是我会很常的告诉我自己 就是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那一条路 所以我自己也会有自己的一条路 我虽然现在可能是一直在往下走 但我可能有一天也会慢慢的往上 有可能有一天会直接冲顶之类的 但这不是一个现在就可以看到的答案 你必须要一步一步把它走出来 可能人家经历的东西比你多 努力的时候你也没有看到 反正就是一定会有它的原因 你也不用心理为什么 就是他可以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但你没有 但你要知道你自己有这一条路 我是这样子跟我自己讲 就是如果你一直都在纠结这个事情 你就没有时间去进步了 你就没有时间去看得更多 你就也没有办法变成你想要变的那样 所以你有你自己的路 然后11月的时候 我也跟一堆好朋友一起去了泰国 之后会有一个Vlog会出现 大家知道我看 Oh my god 12月 这个月呢 是蛮挑战的一个月 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好像 我最亲爱的公公 我一开始还觉得那种 就是在镜头面前会哭的人 就是很咄咄之类的 然后现在我感到我想哭了 Oh my god 但是因为我公公是生病 所以他解脱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一起祝福他 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过得很好 I love you 公 我公很可爱 然后也很好笑 我 target 我用下ное 我从头滑 davon 汪汪啊 还有你的涂牌的 你看你的嘴巴 有给我打扮啊 啊 你看我们是两只狗 欸讲话讲来12月了 然后我2019年也拍了 哎几部喔 包算一下 江朵布 到大游戏也拍了 这样多集 然后也唱了 这样多首cover 好啦 那么2019年 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年 什么 我有忘记什么吗 你是讲我封面写的那一个吗 好 我是要跟大家坦白了 我 休学了 原因是因为 我发现我在大学念的那一课 不是我真的喜欢的 所以我就选择 试试看 当个全职YouTuber 我在选择念这首大学的时候 我其实还在找方向中 那么我在念的时候 我就找到我的方向了啦 只是迟了一点 但至少我知道我自己 不要写什么 所以我也 鼓起很大的勇气 做到这个决定 OK 之后呢 我就也会有 自己的规划 朝自己喜欢的方向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在我高中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的 所以我其实很感谢 你们 因为 你们给了我方向 真的啊 真的 如果我那时候YouTube没有人看 可能就会对YouTube也失去兴趣 我也不知道 所以 我没有后悔我做了这个决定 但我想要告诉你们就是 每个人的境遇也不一样 也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观察 我是真的用了很长时间啦 所以 我希望 你们 不要被我印象 最后呢 还是要再一次谢谢 还在看我影片的你们 哦 我到现在还没有帮你们取名字哦 死了 这个 索亚粉啊 你就叫我 呃 哦 sorry 最后最后呢 我也要感谢一下一个人啊 就是我自己啦 那么谢谢你2019年 呃 做了这样多的影片 哇 厉害哦你也是 You're such a such a You're such a B*** 不是 You're such a Hardworking person 也谢谢你愿意接受你现在的自己 也希望你之后呢 可以接受改变更多的你 给你加一声辛苦啦 哈 2019年是一个很精彩的一年 那么也祝福你们的2020年呢 可以很精彩 很快乐 很健康 影片就在这里啦 如果喜欢的话呢 记得不要忘记按照分享订阅 别忘记开小铃铛 别忘记去追踪我的爱情 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